Hi my name is Kaiyuan 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如何使用這個Luminar Neo 神奇的AI調色軟體 這個軟體最厲害的就是 它可以辨識說 像是你的前景啊 然後你的人物啊 然後你想要更換的背景啊 它都會自動偵測 你就不用再慢慢的去背 然後再去分圖層來調整 全部這個軟體都幫你搞定 那如果你對這個軟體有興趣 你可以在下面有一個連結 你可以去下載這個軟體 那應該會有一些折扣之類的 沒關係 那我們就直接切換到電腦囉 來到電腦之後 我們就直接開啟我們的Luminar Neo 那我們這個Luminar Neo是1.01的版本 那之後如果有更新的話 那就之後再說 來到我們左上角的Add Photos 我們就可以快速匯入 我們資料夾的照片 如果你想要單純匯入幾張照片就好 那你可以打到我們左上角的File Edit Single Image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單獨挑選 幾張照片來做編輯 目前這個軟體是沒有辦法一次編輯多張照片的 這是需要注意的小部分 OK 那我們就來到第一張照片 那我們會先從Develop裡面開始 那如果你拍攝的是RAW檔 你這個Develop第一次編輯的時候 它會旁邊跑出一個RAW 藍色的RAW告訴你這個是RAW檔的編輯 那只有第一次調整Develop裡面 才可以調整像是Camera Profile 你的相機的資訊啊 還有我們的鏡頭矯正像是我們的變形矯正啊 還有我們的Chromatic Aberration 就是我們的色散就是紫邊現象的矯正 那下一個我們來到Enhanced AI 那我覺得Luminar他們做的AI就有點像是自動調色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厲害 而且你的自動調色你是可以調整百分比的 不像其他軟體你一次按自動 它就只能自動 你沒有辦法說我要調整的百分比到底是多少 那我自己是覺得Luminar他們做的AI功能真的是超級厲害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個漂亮的照片 你不想要去調整一大堆的曝光啊 對比啊 飽和度啊 那些顏色的部分 你其實可以就直接用個AI 就是這個Enhanced AI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不錯的照片 下面有一個Sky Enhanced AI 那這就是把你的天空對比度加強 讓你的藍色變得更濃郁這樣 OK 那剛剛用完一點點的AI效果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手動調整 如果你想要手動調整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進一步的做細微的調整 那我們就可以增強一下對比啊 然後把亮部壓下來暗部提亮一點點 那目前這個Luminar Neo 它是完全沒有直方圖的 你也沒有辦法看到你到底哪邊是死白 哪邊是死黑的部分 你完全不知道你的資訊還保留多少 你是要用肉眼 就是大概看嗎還是怎麼樣 沒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告訴你到底哪邊是已經失真的部分 我們在Develop裡面的Color 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的色溫啊 然後來微調一下我們的飽和度 跟鮮艷度的部分 那這個選單設計也頗神奇 如果你把Develop收起來的話 你下面還有另外一個Color 但是下面這個Color裡面有更多的功能 像是你如果用Lightroom之類的 你可以單純調整我們的顏色 像是我們想要某一個顏色調整它的色相 飽和度跟明度的話 都在下面這個Color 不是在Develop裡面那個Color 下一個叫做Structure AI 那我覺得它有點像是把 有點是銳利度加強的感覺 但是它會依照你的環境啊你的照片 然後來做不同的調整 這也就是它AI的地方 如果你想要做更細微的調整 有點像是銳利度的改變的話 我覺得下面這裡有一個叫做Details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非常喜歡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單獨調整我們小中大的影像細節 如果你拍攝人物的話 你真的你可以直接把我們的Small Detail 直接往左邊拉變成複數 我們直接人的皮膚都變超好 然後你如果覺得還是太柔和的話 你可以增加一下Medium Detail 這功能真的是超級超級好用 這也是Luminar才有的一個神奇的功能 下面有一個Denoise就是降噪 我們可以稍微開一點點 讓我們的影像稍微乾淨一點 不要有那種紅紅藍藍紫紫的奇怪噪點 那目前這張照片是風景 所以我們來到我們的Landscape 裡面有我們的Dehaze 就是去朦朧 在Lightroom其實也有的功能 那這一張風景照片 我覺得非常適合來示範一下 這個Sky AI的部分 如何把天空直接換成你想要的天空 然後就可以點一下 輕鬆更換我們的天空 那我們快速改換我們的天空 我們就可以來調整我們的天空位置 它的大小 那我們可以來稍微調整一下我們的遮罩 大概我們想要再進去一點 還是出來一點 因為這個Sky AI功能 其實就是幫我們把我們的風景去背的概念 然後單純把我們的背景 天空的部分換掉 那下面還有一個Relighting 就是有點像是改變太陽 整體的畫面的亮度的部分 如果你改變天空 然後你畫面中有太陽的話 你可以來改變你光線的位置 那下面還可以再微調一下 我們天空的部分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我們的 Before跟After 其實差距非常非常的大 那如果我想要加一顆太陽的話 我們可以簡單的就按Sunrise 就可以簡單的加一顆太陽 在我們的畫面當中 那最下面還有一個我超級喜歡的功能 這也是只有Luminar才有的功能 就是我們可以單獨調整 我們暗部中間調和亮部的對比 這個東西真的是太好用了 像是我們就可以來調整 我們亮部天空的對比 然後我們再來調整一下 我們暗部的對比 你就可以輕鬆獲得更多你看不到的細節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的Before跟After 那接著我們來到右上角的Edit 那Edit其實就有點像是圖層的概念 你每一個功能 其實你可以開很多很多的圖層 然後來堆疊起來 假設你想要把飽和度增強很多 你就把Color的飽和度拉強拉到100 那你如果想要再更強的話 你可以把Color先關起來 然後再打開一次 我們就又增加另外一個圖層 你又可以再持續的增加我們的飽和度 你就可以一直這樣子反覆的增加 無限的圖層在一張照片上面 然後你剛剛做的所有的調整 你都可以再回到我們的Edit裡面 單獨的做調整 那如果你不喜歡那一個調整 你隨時也可以把那一個調整 你就給它刪掉 那右上角還有一個預設的部分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你有一些預設 有點像濾鏡的東西 你可以套用到你的照片上面 但目前沒有辦法把你自己調整 做成一個Preset讓你一下子快速套用 你剛剛調整的顏色 那我們左手邊這裡有一個Layer 那你其實可以增加一些像是光暈啊 或者是你想要有重複曝光的效果 都可以在這裡增加圖層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調整一張照片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張照片 同時想要有同樣的顏色效果的話 目前這個版本是沒有辦法處理影像 我不知道未來更新會不會改善 好來了我們下一張照片 那我們這邊調色的速度就加快 因為我們剛剛大部分的功能 都跟大家講過了 好那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 我們的曝光對比亮度暗部 我們的飽和度跟鮮豔度也調整一下 我們的AI功能也稍微拉一點點 看看效果如何 來稍微增加一點點的Structure AI 那顏色的部分 我們來稍微調整一下飽和度的部分 那來到我們Details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資訊 想要保留的就保留 不想保留就讓它減少一點點 稍微開一點降噪 好那最後再使用我們這個我最喜歡的功能 稍微拉一下我們暗部的對比度 來看一下Before跟After吧 吼吼 那我們就可以輕鬆的獲得我們喜歡的美美的照片 好來到我們下一張 那這個就有人物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來稍微玩一下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直接來到我們的Relight AI 那這個就是也是Luminar Neo 這個軟體比較特別的東西 Relight它也是會幫你做一個遮瑟片 就是一個遮罩的部分 把你的前景跟背景分開來 這真的非常厲害 就是你不用做去背的動作 然後它幫你去背好 然後你可以兩個圖層來做調整的概念 像是我們調整前景的亮度 我們就可以單獨調整我們前景的亮度 那我們想要調整背景的亮度 我們也可以輕鬆調整 這完全不需要去背 你也不需要去做什麼遮罩的部分 全部都是電腦自己幫你算出來的 真的是非常容易來使用 那我們就單純來看一下 我們開啟跟關閉這個功能的效果如何 我們這樣就可以輕鬆的分離 我們的前景跟背景 然後來單獨做調整 這真的是超讚 那下一個很厲害的AI 就是我們可以做背景虛化的東西 這就是又像是iPhone裡面 背景虛化人像模式的概念 但是你這邊也是一樣 你不管用什麼手機拍 用什麼相機拍 你背景想要虛化 你全部丟到這個軟體 它全部都可以幫你自己做一個去背的動作 然後把你的背景變成模糊 這真的是超厲害 簡單一個拉桿 我們就可以輕鬆讓背景虛化 然後你可以讓它虛化多一點少一點 這每一台相機 不管你用什麼相機都可以做 這真的是超讚 下面我們可以稍微微調一下 我們遮罩的部分 像是我們前面的袋子也有一點被選取到 那我們也可以輕鬆的做調整 那下面還有更深入的調整 那就是如果你邊緣啊 或者是你的景深的部分有一點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讓效果更明顯的話 你下面都可以再做細微的調整 那下面還有更多人像AI 像是Face AI 你可以讓你的臉變成瘦啊 然後變亮啊之類的 還有我們的身體AI可以變胖變瘦啊 皮膚可以變好啊之類的 都在我們的Portrait AI裡面 OK那簡單的做一下調整 我們就可以輸出我們的照片啦 那最後我們許三個願望好了 希望Luminar Neo之後可以做更新 或者是改善的部分 第一個我希望照片的調整 是可以複製貼上的 這樣子可以讓P次處理輕鬆非常非常多 第二個就希望有直方圖的部分 或者是有什麼曝光警告的部分 因為目前像是高光跟暗部 到底有保留多少資訊 是完全看不出來 你只能用肉眼去看到底有沒有失真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希望我們最後輸出的格式 可以有DNG 因為DNG是一個開放的格式 那我也去Luminar他們的社群 其實也頗多人有這個需求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在Luminar裡面 在裡面加入DNG這個輸出的格式 OK 那我們今天的Luminar 你有分享影片啦 當然喜歡這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教學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還有如果你對這個軟體有興趣的話 下面有連結可以下載 然後就是可以試用啊 或者是你想要購買都可以 OK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